5月17日 做多小磨在鸿海中大战内资及外资 作者,A大 今天台股下跌45点 成交量4155亿 指数收在21258点 下星期一是5月20日 一般人就是会先观望一下 等到总统就职完后 没有出现什么不确定的政治因素 那13大法人就会开始正常的操作 今天台积电受到凤凰城厂区爆炸事件持续的弱势 外资群今天其实也是没有卖台积电 反而还买超了3337张 不过股价就是下跌了6元 海运股则是因为最近涨太凶 杨明及万海都被关禁闭 所以海运类股今天也相对弱势 长荣下跌2.99% 杨明下跌4.18% 万海下跌2.64% 最近这一波海运的成交量很大 让一些散户回想起之前海运的盛况 不过之前海运有COVID 19造成赛港 缺贵 现在有什么大事件足以让海运费用持续的飙涨吗 之前海运赚了几年后 净值都很高 但很多人觉得海运应该要跌回去十几元 其实这就是无稽之谈 我记得长荣在150几元时就说过 那时长荣净值都快250元了 除息配70几元 股价才150几元 这显然就是太低估了 最近长荣单纯就是把净值反映到股价上 目前长荣的净值221元 股价大概在210.5元 但海运这种属于景气循环股 赚钱时很赚 赔钱时一直赔 不过以长荣净值221元 一年业外就能赚个2到300亿 会有一些基础的获利也是正常的 不过海运不像AI产业趋势这么明显 所以我不认为海运可以炒超过5年 而AI概念股可以玩一个大波段 就算你不小心买到波段的高点 其实你报个半年 一年 两年就能回本 AI产业到2031年都有很大的年负成长 但如果你玩海运不小心套在高档 可能解套就是遥遥无奇了 有一些人完全没有进来看我的影片 就在那说留言内容都一样 觉得是邪教 一个连影片都不看的人 还在那留言说别人很奇怪 我是不懂奇怪在哪 我常常会用一句话 加强讨论屈人的自我心里面 虽然现在已经过了最重要 会被洗出去的105元 120元及134.5元三个关键点 不过我还是能稍微延续一下口号 让大家看影片时能留个言参与一下 大家按赞并留言 外资群要赌AI百年大行情的话 至少要买到持股水位49% 现在持股水位也仅41.2% 今天鸿海主力筹码部分 一早鸿海股价走势就很弱 一副就是做多外资群及内资 通通都是空气式的 走势非常的软弱 到了11.40左右 鸿海股价才开始恢复强势 盘后看了主力筹码分析后 原来第一波 第二波做多的外资群及内资都在卖 难怪鸿海一早向没有大人士的弱势 到了11.40左右 小摩开始发威 先把股价从167元拉到170元 接着就是在170元低阶 就是一副有多少他买多少的样子 最终小摩在169元买340张 169.5元买1485张 在170元买8681张 这也是为什么鸿海11.40之后 股价能一直维持在170元 就是小摩一直在170元放单买进 这就是有足够多外资群及内资做多的好处 当有一些外资群及内资在偏空操作时 你要让所有的外资群及内资都同意 那难度就是很大 一开始只有大摩 小摩及瑞银三家外资群在偏多时 也许三家想法一致就偏空操作了 后面加入高盛 上海汇丰 花旗环球 霸国星夜等外资群 还有内资的元大 凯基 元富 统一 富邦 永丰金 国泰等 想要让这一些外资群及内资同意时间偏空 那难度就是很大 今天很明显就是小摩不愿意加入偏空的行列 毕竟小摩买了12万张以上了 怎么可能会不明所以的一起偏空操作 近两三个月以来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了六十几万张 光小摩一个人就买了五分之一了 今天当然就是要拿出扛把子的样子出来 AI伺服器目前的趋势来说 红海接下来每一季的AI伺服器营收会越来越好 明年还有GB200大量出货 所以最终大部分的外资群及主力一定就是偏多的 只是过程中大家会稍微玩个短线游戏 一方面可以赚个差价 另一方面可以把里面的散户洗出去 目前红海中会卖的股东越来越少了 大家可以发现近十个交易日下来 红海股价虽然上下波动很剧烈 但是最终都是会收在170元左右 这就意味着外资群及内资不太容易吃到比较大量的股票 有可能是想要透过偏空操作把里面的散户下出来 但小魔就趁他们在演戏时吃掉更多的股票 我这样说好了 大部分的外资群及内资都知道 红海接下来会是AI伺服器龙头的几率很大 而且接下来几年AI产业的爆发力也是很强 台积电都说到2028年AI营收会年负成长50% 刘董这么保守的人都说 接下来两年AI伺服器是主要的成长动能 大家就知道AI伺服器的趋势有多明显了 所以外资群及内资有几个玩法 也就是买一买后演个戏 让里面的散户以低价把股票卖出来 但这样的问题就是会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 很多主力外资群及内资卖 企图让里面的散户害怕的卖股票 结果小魔就跳出来全部收走 如果之后有越来越多外资或内资这样玩 那他们就会选择开高一点的价格去买 就不会在那演戏了 毕竟买得到最重要 接下来再加价卖给散户就好了 以广达来说股价净值比都6.5倍了 还是能很轻易的就把股票出给散户 大家可以接着观察里面外资群及内资的操作行为 反正我们只要确定AI趋势及鸿海市 最有潜力成为AI伺服器的龙头 只要知道这两点 我们就吃定他们了 今天00940调整持股 结果把一些跌很多的个股踢出投资组合 然后再去追一些涨很多的个股 以一般太弱留强的观念 把弱势的股票卖了去买强势股 这样就能把赔钱的股票卖掉 买进会赚钱的公司 这逻辑似乎是正确的 但是很多成分股都是在00940强大的买盘下被炒高的 然后又因为00940卖掉大量的持股下跌 所以很常就会出现00940在大买的当下就大涨 卖出时就大跌 有一些人会问为什么00940一直占不上净值 道理也是很好动 00940才在4月1日上市 现在才5月中又要换股 这样等于就是要付一次交易税及手续费 还有把赔很多的个股卖了 去追涨很多的个股 从00940上来以来 台股上涨了1000点 结果00940还下跌了3.1% 按照这个情况下去 未来台股只要下跌 00940会跌得更惨 指数没有涨到23000点 我看00940是很难回本的 这就是买到天价成分股会有的下场 当初我说高股息ETF设计有问题 就有很多人拿之前涨很多的高股息 在那说投资高股息好棒 一开始高股息ETF就是用新发行的ETF去拉台旧的ETF 所以就发行的ETF才会表现得比较好 最终就苦了规模最大的00940 因为00940一直不赚钱 让后面新发行的高股息ETF都没有什么买气 这就使得没有新的高股息ETF 替00940台叫 所以00940自然就变成了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做多小魔在鸿海中大战内资及外资 二、五毛仔在三线AI概念股每天提款 三、鸿海在AI概念股中股价表现最委屈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14.88亿 投信买超台股70.86亿 自营商买超台股8.04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台股93.79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增加1160口 期货留仓空单9648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空单5925口 今天台股成交4164.94亿 下跌45.79点 跌幅0.21% 收在21258.47点 电子下跌4.01点 跌幅0.36% 收在1105.92点 金融上涨11.15点 涨幅0.57% 收在1974.18点 鸿海主力筹码分析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摩根大通 买了10151张 第二名的是国泰敦南 买了747张 第三名的是星光 买了575张 第四名的是张银 买了511张 第五名是红远 买了406张 今日卖超 第一名的台湾摩根 卖了4917张 第二名的是凯基台北 卖了3244张 第三名的是福邦 卖了3228张 第四名是凯基 卖了2621张 第五名的是美琳 卖了2516张 今天一早鸿海走势偏弱 但到了11点半后走势忽然就变强了 看完今天的主力筹码面 大家应该就能知道为什么了 今天大部分的主力外资群及内资都偏空操作 大摩 高盛 港商法新 美林 上海汇丰 这6家外资群合计卖超了12177张 内资主力的元大 元富 凯基 富邦 国泰 统一 永丰金等内资 今天也全部都站在卖方 合计卖超了7857张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早上台股走势没有很弱 但鸿海股价走势特别的弱 大部分的内资及外资群说好事的卖出 不过今天有一家外资群友情护盘 也就是小摩买了10151张 这才让鸿海股价开始变得稍微强势一些 然后一些新的散户 主力也小幅度的买进 这就抵消了外资群主力及内资的卖压 大家应该是有很明显的感受到鸿海什么时候变强势的 差不多就是股价跌到167元时 接着就有大单买进 接着鸿海股价就一直在170元附近整理 大家看小摩今天成交的明细 在169元买340张 169.5元买1485张 在170元买8681张 所以很明显就是11点半过后都是小摩买上去 然后在170元有多少买多少 让鸿海的股价到收盘都一直维持在170元左右 小摩就这样在170元买了8681张 这就是我说的 外资群或主力买了后 他们会在行情不好时护盘 也会在行情好的时候拉抬 当有越来越多外资群及主力进来后 他们不一定是会完全同步的 毕竟有的外资群买了 主力卖了 当一些主力卖了后想把股价压下去 剩下没有卖的外资群就拿银蛋出来问你凭什么压下去 最终就是谁钱多谁就是老大 以外资群还卖超100万张来说 外资群想要买到足够的股票 一定就是要从投信 自营商 散户手上买 里面不同的主力及外资群换手 这都是很正常的 只要我们确定AI趋势是存在的 而且目前鸿海股价净值比还很低 有了这个基准点后 外资群及主力要彼此换手 那就是他们家的事 之前内资也是卖出后又回来买 他们发觉鸿海走势还是很强时 他们就会进来买 而且他们也没有太多别的选择 鸿海是最有潜力成为AI伺服器的龙头 现在股价净值比又是最低 这样的公司我是认为没啥好担心 外资群或主力彼此之间换手的 看一下小摩在鸿海的情况 第一波从3月1日到4月9日 小摩买了88667张 这时鸿海股价是从102元涨到161.5元 接着鸿海股价从161.5元跌到137.5元 再涨到155元 接着涨到179元 最终来到170元 小摩又买了48748张 小摩第一阶段的成本大概是140元 第二阶段的成本大概在160元 现在小摩的成本大概就是会在145到150元左右 这就是我说的 外资群想要布局大量的个股 他们的成本一定是会在均线上 当小摩布了这么多股票后 他自然不希望别的外资或主力去贯杀股价 一旦别的主力或外资群成功了 那小摩买了137,415张 成本在145到150元左右 那岂不是赔几十亿 小摩知道接下来几季鸿海AI伺服器会很好 明年还有GB200大量出货 所以也不怕和这些外资群极主力硬拼 毕竟三大法人还买超六十几万张 以法人心里面来说 这些外资群极主力充其量 就是想要短线赚点差价 然后顺便洗盘 以瑞银来说 最近就很常在玩短线 还都是偏空操作的玩 反正瑞银手上买几万张 只要玩输就把股票顺势到货给散户 大家看到瑞银最近常在卖 从3月1日到今天 瑞银仅盛买45299张 如果瑞银再卖 很快她手上的低成本库存就卖光了 这就会像之前美玲及其他外资一样 当瑞银卖光后 她短线就很难操作了 现在瑞银之所以能风光无限 那是因为一开始她占到了先机 布局了一些低成本库存的股票 只要瑞银再卖 之后她就很难在短线中玩赢了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道理很好懂 如果小摩接下来把瑞银的4万多张买过来 这样小摩就买了18万张 到时瑞银想要偏多 小摩手上有18万张股票 可以打到瑞银跪下来为止 如果瑞银要偏空 股票都在小摩手上 瑞银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股票卖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主力或外资群卖掉手上股票后 他们短线就会变得容易赔钱 今天鸿海成交89281张 下跌1.5元 收在170元 外资群卖超4967张 投信卖超633张 自营商卖超893张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6493张 这一周外资群合计买超16469张 投信卖超2073张 自营商买超1933张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鸿海16330张 鸿海这一周上涨0.5元 三大法人连续买超鸿海6周 近11周中三大法人仅有一周卖超鸿海 仅小卖了1828张 这11周下来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了鸿海60几万张 三大法人从3月初开始大买 现在是5月17 快要买超3个月了 目前鸿海的基线140.6元 之前我说过 均价可以看出里面所有人在某一个期间的布局成本 虽然比较粗略 但相对是可以参考的 今天鸿海股价收在170元 月限160.85元 周限170.8元 时日限170元 以三大法人的玩法来说 他们就是会去防守5日 10日 月限 不会让鸿海的股价跌破短期的均线 这样就不会跌破他们的平均成本 他们可以持续的布局 这样成本就是会比短期进来的散户 主力 外资群低 这也是我常说的 很多散户进来买近几天 几周时 因为股价波动会常常在那眼内心系 其实刚买进个股时 你本来就是会出现未实现损益 不论你买到的股价有多委屈 记得五年多前我买在76元时 结果买了后股价就跌到74元 有人还劝我要技术性止损 说不然后悔的会是我 之后股价确实有跌到72元 甚至来到70元 但那时我的想法是 我都打定要做中长线价值投资了 我就是愿意接受短线价值波动的风险 当股价跌到74元 72元甚至是70元时 我还是一样继续地买 时间过了一年半后 红海股价就涨到134.5元 接着股价就在100到110元之间整理 我也领了三次股息 分别是4元 4.2元 4元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红海股价就再也没有跌到我的成本区了 这就是有基准点的威力 你一开始在买进股票时 你就要考虑清楚 不要在那三星二亿 每天看到股价上涨或下跌时 就在眼内心系 当你每次看到股价波动时 就杀进杀出 最终你是赚不到钱的 毕竟股市中有稳赢的政府及券商 你交易越多次 最终光交易税及手续费 就能让你赔光自己的本金 当红海股价涨到170元以上时 虽然每天波动很大 还有前一天大跌后上涨 后一天大涨后下跌 除了每天波动外 还有两三个交易日出现的落差 例如开出红海第一季财报后 平盘是172元 最低来到165.5元 最高来到174元 隔天最高来到179元 最低来到170.5元 今天最低是167元 最高是173元 这样会让一些菜鸟掉进价格 矛定效应 也会出现的失心 先让你得到 然后再让你失去 再让你失而复的 接着让你因为害怕 在失去的心理卖出 红海每天波动看似很大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觉 近10个交易日 红海收盘几乎是在一个很平的线上 也就是大概170元 这就是持有大量股票 股东没有要卖的现象 每天就是当冲客 投机客 主力 外资群 散户在那玩玩短线买来卖去的游戏 他们先买后卖 先卖后买 最终都是要买回来或卖掉 所以每天波动看似很大 但最终股价都会回到170元左右 大家看红海的周线170.7元 10日线170元 代表近10个交易日近来投资红海的人 平均成本都在170元左右 大部分的散户 主力 投机客 短线客 当冲客 外资群都是在170元上下在玩 如果这10个交易日有比较明显的主力 外资群或价值投资者要买或卖的话 股价就不会出现这种近乎稳态的情况 目前红海的股价和在100元时没啥两样 就是稳到不行 之前在105元 120元 134.5元会卖的 他们早卖了 这三个锚点就洗掉了12万人 剩下在137到161元 然后跌到137.5元 再涨到155元 再涨到179元 再跌到170元 这边会卖的就是少数 比较多的就是一些在换手的主力 外资群及一些在玩短线的人 红海中价值投资者都是很聪明的 既然接下来AI伺服器每一季都会强劲成长 明年GB200会大量出货 让营收大幅的提高 这既然是确定的事 那至少就是要看到明年GB200出货的时候 现在确实每天都会有波动赚差价的机会 不过当你参与在短线差价游戏中 你就很有可能被三大法人把你手上的股票洗掉 当你常常在交易时 你的自我心里面就会变得相对脆弱 所以既然确定了大目标 中间的小波小洞就不要理他 我说过 股市中分成投资客及投机客 投机客要的就是中长线的获利 投机客要的就是短线的差价 存在投机客是好事 这才能让交易更热络 当交易很热络时 就容易出现贪婪价及恐慌价 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 因为你有基准点的概念 所以知道什么价格是贵 什么价格是便宜 当投机客在那交易产生股价波动时 就是让你布局的好机会 但记得不要的失心太重 不然你很容易就会掉进投机客的情境中 就拿昨天最高股价179元 前天最低167元 今天最低167元 如果的失心太重的人 就会因为价格的波动而很痛苦 今天之所以要跌到167元的道理也很好动 因为鸿海开出夏普财报时 有一些散户减到165.5元的股票 今天回测让那些狗屎运减到便宜的散户把股票吐出来 这就和去年中国查鸿海税一样的道理 鸿海股价从100元跌到94.5元 盘中最低94元 有4万个股东狗屎运豪买在均价96.6元 结果整理了几个月后 这4万个散户有3万个人卖在100元 有1万个散户卖在103.5元 鸿海反弹的过程中 仅因为某一个月的营收不好 股价就跌破100元 来到98.5元 那时我就说 之所以会这么容易跌破100元 那是因为查税时有很多散户狗屎运豪买在均价96.6元 他们随便卖都能赚钱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低成本的人 所以他们眼睛闭着卖 就让鸿海股价跌破100元 当这些狗屎运买到的人被清出去后 我就说鸿海不可能再跌到100元以下了 在鸿海上涨前一周 千张超级大户从散户手上买回了8.7万张 当周有16000个散户卖掉 等于就是把查税时买到的散户全在105元以下清出去 大家从这一张图就能看到三大法人的操作手法 很多散户因为很短视 他们是看不到三大法人在某一档个股中的操作手法 当你把时间拉长 然后列出三大法人买卖超级股价走势 你很容易就能一目了然 在2022年第三季时外资群买超尾创5.25万张 那时尾创股价26.6元 2022年第四季外资群买超9.22万张 这时尾创股价29.4元 2023年第一季外资群买超22.9万张 这时尾创股价41.9元 当尾创股价41.9元时 不代表外资群平均买在41.9元 而且从29.4元买到41.9元 到了2023年第二季外资群卖超8.7万张 尾创股价90.8元 2023年第三季外资群卖超11.4万张 尾创股价102元 2023年第四季外资群卖超9.97万张 尾创股价98.6元 这时外资群持股水位来到29.9% 一开始买之前大概就是25%左右 在2024年第一季外资群玩了一个小波段 买了2.76万张 尾创股价125元 2024年第四季外资群卖超12.8万张 股价112元 目前外资群持股水位27.3%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外资群就是在26-41.9元买近40万张 然后在100-120元卖30万张 接着玩一个小波段买2.76万张 接着再卖12.8万张 等于就是把手上买的近40万张全部都卖出去 赚了2-3倍的差价 一买一卖成交易 既然外资群卖了 那股票自然就是会落到散户手上了 外资群卖在100-120元 散户当然就是买在100-120元 这也是为什么五毛仔目前敢在伪创中玩五毛游戏的原因 现在伪创中就没有大人在顾 一些散户根本就打不过五毛仔 所以五毛仔每天就是在伪创每一口价挡几千张的卖单 甚至每一口价敢挡到上万张 反正就是让伪创股价在一个很小的区间整理 慢慢地让伪创中的散户自我心里面崩溃 看一下外资群出货的这一段期间 伪创的集保股权变化 股东人数从原本的176,532人增加到366,382人 增加了189,850人 成本在100-120元的股东占了51.8% 其中0-5张的就有16.9万人 5-10张的小散户占12,912人 大部分外资群出掉的股票都被1-10张的无知小散户及小散户买走 现在外资群出完货了 就叫五毛仔来清理战场 就是在很小的区间波动 让这些散户受尽折磨 散户越是挣扎 五毛仔就赚越多 最终散户被折磨到自我心里面崩溃时 就会到一般讨论区谩骂、三言三语、匿名、怨天尤人等 接下来伪创中的散户至少还会被五毛仔折磨几年 之前五毛仔在折磨鸿海中的散户时 至少鸿海净值104元 股价在100-105元整理时 反正鸿海每年赚资产的10% 也就是赚10元多 配出5.4元 一年股利率还是能有5%多一点 但伪创就不一样了 大部分的散户成本在100-120元 伪创净值40元不到 一年赚4.08元 配出2.6元 一年股利率可能仅有2.3%-2.6% 一年赚资产的3.8%-4% 这样的情况散户和五毛仔称 最终一定是散户先自我心里面崩溃的 这就是我常说的 价值投资时要素是很重要的 你要考虑最差的情况 也就是买了后被五毛仔折磨 在这种最差情况你还能一直抱住的话 那五毛仔就打不过你 反正时间是你的好朋友 现在伪创的情况时间不是股东的好朋友 一开始伪创中的股东会不信邪 大概折磨个半年 一年 两年 这些散户就会相信我说的 那些五毛仔根本不会在乎公司有没有价值 也不会在乎伪创公布什么讯息 反正就是每天党好党满 他们要的就是五毛的差价 剩下的就和他们没有关系 他们每天都能完成交易 伪创中上面及下面五党可能有八成都是假单 当散户 主力 短线客 当充客 投机客看到这么多大单档在上面及下面 他们自然不会想要玩差价游戏 毕竟花个几千张 股价才上涨或下跌个0.5元到1元 那有什么好玩差价的 时间久了后 伪创股价自然就会变得要死不活 今天外资群卖超伪创10127张 大家有看到凯基和平及赵峰大安又在伪创中当充了吧 凯基和平买3005张 卖2996张 当充赚3000 赵峰大安买1027张 卖1026张 当充赔1.8万 今天伪创仅成交36886张 股价波动率1.78% 渐渐的伪创就会被这些五毛仔玩到波动变很小 而且不会有主力 投机客 当充客进来玩差价游戏 这对三大法人来说也是好事一件 毕竟目前三大法人把火力集中在红海中 之前把很多散户拐进去伪创中 而且是让散户平均买在100到120元 现在三大法人赚到差价了 就故意不去教训伪创中的五毛仔 就让五毛仔把伪创中的散户折磨到自我心里面崩溃 一开始比较积极的短线客 投机客 当充客看到三大法人的心态后 就不会继续在伪创中操作了 还有一些比较聪明的散户 他们知道他们买到伪创的价格不适合暴中长线 现在也没有短线差价的机会 就会选择离开伪创进到红海 你也不用和我吵说不可能 大家看之前AI概念股的指标是伪创极广达 这两档每天成交量都很大 现在伪创的成交量已经缩下去了 成交量通通都跑来红海这边了 如果短线客 投机客 当充客没有进到红海中 红海怎么可能会每天有这么大的成交量 当初红海的成交量每天大概就是2万张左右 今天红海量缩 成交量也还有87,939张 近5个交易日下来 红海的平均成交量是119,056张 伪创则是仅有66,157张 外资群目前持有伪创的水位来到27% 算是很低的水位 我之前有和大家说过 三大法人一定懂红海才是未来AI伺服器的龙头 红海才有可能吃下整个AI伺服器巨大的商机 但一开始AI伺服器仅占伺服器10%时 市场觉得先炒二线及三线厂 之后等到了AI伺服器营收占伺服器更大时 再买红海就行了 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三大法人会先去买伪创 之前我说过 大部分的产品都分蓝海期 成长期 稳定期 衰退期 一开始3到5年红海 广达 伪创 因业达可以吃到蓝海期 也许蓝海期的时间更短一些 可能2到3年 但到了成长期 稳定期及衰退期时 就是谁规模大谁就通吃 就像目前红海在ICT的地位一样 几年后AI伺服器需求比较没有这么及时 毛利率 盈利率及获利就会掉下来一些 这时就是谁能提供最具竞争力的价格 谁就能吃到大部分的订单 所以一开始我就和大家说 市场不炒红海没关系 我们就在他们必经之路等他们就好了 以红海的规模及生意模式 除了可以吃蓝海期外 剩下的成长期 稳定期 衰退期等 这通通都是红海的 可能就是能吃到10到20年 一般二线及三线厂前面几年赚比较多外 剩下的就赚不到了 大家还记得广达及伪创的获利 已经被拿走20年了吧 他们就赚不到20年 结果三大法人已经拿走未来20年的获利 这岂不是笑话吗 你要拿也是拿红海这种的公司20年获利 红海接下来20年都能在AI伺服器有一席之地 也能成为最大的龙头 这样你说在红海被拿走20年获利才有道理 哪天你在红海获利被拿走20年时买到 至少你放20年还是能回本 如果你买到广达及伪创 可能前面两三年比较好赚的钱赚到后 之后就赚不到了 那多被拿走的十几年获利 就是从股价中扣掉 这就是为什么散户常常投资会赔钱的原因 他们买到未来获利被拿走20年的公司 结果他们还无法判断该公司是否能赚20年 新闻说 AI需求强劲带动资讯电子业 旧一制造业产值结束连五黑年增4.56% 经济不统计初17日指出 受惠人工智慧 高速运算与云端资料服务等需求成长 激励资讯电子产业生产动能增强 至113第一季制造业产值4兆4194亿元 较上同计增加4.56% 结束111年第四季以来连续5季负成长 展望未来 新兴科技的应用渴望持续挹注 有助制造业生产动能逐步回温 统计处指出 资讯电子产业方面 电子零组件业产值较上同计增加11.76% 其中机体电路业因AI与高速运算需求强劲 挹注12寸晶圆代工持续增产 制产值攀升至8890亿元 增14.06% 面板及其组件业因大尺寸面板产品价格高于上同计 制产值增加至1181亿元 年增9.99% 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受惠AI浪潮 加上部分产品客户回补库存及手机镜头订单溢注 带动伺服器等产品接单畅旺 产值增加至3393亿元 创立年同计新高 年增27.21% 至于传统产业 基本金属业因去年农历年前备货效应提前 加以上年同计业者规划多条产线停机调节产能 比较技术偏低 年增1.00% 汽车及其零件业在电动轿车 特货两用车新车款订单成长 汽车用零件国内外需求增加 以及大型货车因市场需求下滑调节减产交互作用下 产值增0.99% 化学材料及肥料液 机械设备业则因全球复苏力道缓慢 终端需求仍未明显回升 加上部分实化产品受国外产能开出市场竞争加剧影响 分别年减5.70%及2.29% 为减幅以逐记收敛 由于产值会受价格波动影响 若剔除价格因素按产量观察 113年第一季制造业生产指数87.26 较上年同计增加6.22% 结束111年第三季以来连续6季负成长 展望未来 全球经济持续受高利率 通膨起伏不定 以及美中科技争端延续 地缘冲突风险升高等不确定因素干扰 为高效能运算 人工智慧等新兴科技应用加速拓展 对国内半导体高阶制程 伺服器等相关供应链生产持续挹注 有助于我国制造业生产动能逐步回温 来看一下AI概念股的营收 股本 负债比 保留盈余 股价及股价净值比 以AI年负成长这么大 一般二线及三线的公司 一定是吃不下这么大的营收的 鸿海第一季营收1.32兆 广达第一季2589亿 伪创第一季2393亿 营业达第一季1305亿 光宝科第一季287.8亿 以伺服器的排名来看 只有鸿海 广达 伪创 英叶达 我们就不要把人保 和硕 光宝科营收列进来比较了 广达 伪创加英叶达的营收 仅有6287亿 仅是鸿海1.32兆的一半 这很符合伺服器的占比情况 广达 伪创及英叶达三家的 总和的伺服器占比 了不起就是和鸿海差不多 鸿海才是有能力做很大营收的公司 面对年负成长四成以上的AI伺服器 鸿海将会是最大的受惠者 如果你是一流的大厂 你要下几千亿 一两兆的订单 你敢把订单下个营收 只有一两千亿的二线及三线厂吗 我相信大部分的云端大厂一定是不敢的 来看一下负债比 鸿海的负债比例55.2% 广达负债比例76.2% 伪创负债比例69.5% 英叶达负债比例76.6% 这三家二线及三线AI概念股 因为之前喜欢配高股息 把赚到的都配出去 这就造成手上能应用的资金不多 当公司资金不够多 自然就需要去向银行借钱 这就会拉高负债比例 如果你是一流的云端大厂 你看到这些二线及三线的公司 在营收两三千亿时负债比例就这么高 你敢把太多的订单给他们吗 我想一定是不敢的 鸿海的保留盈余有1.21兆 广达仅有1127亿 伪创442.3亿 营业达186.9亿 就这几间二线及三线厂的保留盈余 你告诉我能去买土地 盖厂房 买设备 备库存 应付货款的周转率等 进而增加巨大的产能 那真的就是来搞笑的 之前鸿海法说会有说 代工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客户带料 一种是客户愿意让你自行买料 如果客户要让你去买料 那你手上就要有足够大的资产 才有可能接到这么大的订单 所以不要常常在那幻想一些 二线及三线厂未来能拿到多大比例的订单 如果他们拿得到 他们在伺服器就拿到了 不会说在伺服器鸿海拿到快一半的市场 是广达 伪创 应业达的总和 结果你觉得把运算的CPU改GPU 从伺服器变AI伺服器 这些二线及三线厂就能拿到大比例订单 天底下不会有这种事的 目前鸿海净值107.47元 股价170元 股价净值比1.58倍 这是不包含除息扣掉的5.4元 扣掉后 股价净值比约1.51倍 广达净值43.79元 股价286元 股价净值比6.53倍 伪创净值39.36元 股价净值比2.85倍 伪创上一季净值36.3元 这一季增加3元 很明显应该是没有把要配出来的2.6元股息扣掉 应业达净值16.69元 股价53.5元 股价净值比3.21倍 看到二线及三线AI概念股的股价净值比后 大家就能知道鸿海的股价有多委屈了 最有潜力成为AI概念股的公司 结果股价净值比最低 这也是为什么三大法人近两个月会买鸿海六十几万张的原因 新闻说 台湾指数公司17日公布 台湾指数公司特选台湾价值高息指数 2024年第一次成分股定期审核结果 00940成分股中有21档个股变动 而纳入和删除的变动将在20日起生效 共有21档成分股纳入 三阳工业 华硕 国产 关德 华固 长荣行 汉祥 京城银 玉山金 永丰金 第一金 华丽 见顶 新日新 玉金光 金顶 新路 南宝 天狱 长虹 台表科 共有21档成分股删除 统一 中碳 光阳科 光宝科 加世达 汉唐 特成 神机 连阳 智义 汉秦控 神达 中磊 汉宇博 上海商银 雅翔 灯兴 细创 南茂 宝城 巨大 元大台湾价值高息在3月18日挂牌上市 目前规模也达到1851亿新台币 受益人数最新也超过99万人 虽然与上周突破100万人相比稍微下降 不过受益人数仍为台股ETF中第三名 仅次于国泰永续高股息00878 以及元大高股息0056 今日00940中场下跌0.04元或0.41% 来到9.69元 成交量超过11万张 A大回答 会有人问00940持股最多的长荣不是涨了一大堆吗 为什么00940目前的股价还是仅有9.69元呢 之前我就说过了 00940去追了一大堆天价的成分股 买到长荣是少数不是天价的成分股 当00940买完后 很多被追成天价的成分股股价开始修正 这就造成了00940股价还低于发行价10元 这时会有人说 会不会是指数下跌 所以00940也是悲战之罪呢 说到这个就好笑 00940上市时 台股指数20222点 现在是21258点 上涨了1000多点 结果00940还下跌了3.1% 最搞笑的是最近00940要调整持股 大家看幅图就是00940这一次要踢掉的成分股 我随便找了6档 分别是智义 神达 神机 细创 南茂 何勤控 这些个股在009404月1日上市到今天 都跌了一大段 现在00940要把这些成分股卖了 然后再去买新的成分股 这时就好笑了 00940在指数20222点时买 结果现在要踢掉的成分股一大堆都跌到快往生 现在在指数21258点追星增的成分股 这些新的成分股很多又是涨了一大段 00940除了是手续费涌动机 还是追高杀低的高手 现在指数一直在上涨 00940就能这么惨了 之后要是指数下跌 00940应该会更惨 这就是买高股息ETF搞笑的地方 我是没有看出来新增的成分股哪儿有高股息 一般高股息ETF要配出高股息有三个来源 一是转换股票时赚到的差价 二是持有成分股的股息 三是本金 现在00940在转换持股时是赔钱了 持有的成分股股利率又低得可怜 了不起就是2到4% 我是不懂00940要如何配出8到10%给投资者 00940我会持续的追踪 当初我在追踪00940给一般散户看时 他们会觉得我在黑00940 我其实也是无所谓的 如果你听不进去 你就付一点钱给市场 他们会好好的教你股市知识及尝试的 你当几年的韭菜后你就知道为什么自己是韭菜了 那时你再把我的文章集影片看一遍 你会发觉原来我早就告诉你了 只是当初你知识不足 态度又不好 所以就只能花钱买教训了 文章出自A大个人研究观察记录红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何海三把 何海三把 摇滚去的朋友们 拿助理人乐情来 何海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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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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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appropriately Twilightjes了 Ye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提供